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要带您到阿里山 享受瑞泰地区步道的生态之美 通过野江花步道和绿色隧道 一起来体验阿里山多元的自然风情 又白又香的野江花 花气味道就抢先露脸迎接游客 野江花西 每年在七月份的时候野江花开 你走在那个步道上 真的是芳香扑鼻 来这边瑞里 来这里欣赏这个野江花 这个生态的保护 包括我们来这里的 参观这边的环境 这边的气候 都是非常适宜 来这边旅游 或是来这边休闲都很好 野江花西步道 绿色隧道 在导览员的带领下 漫游阿里山步道 欣赏优美的生态风情 绿色隧道 它就是避免卧虎长龙 拍片这个场景 像这个季节走那边 它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微风吹来 很凉爽 还有阳光从竹里面透进来 非常的漂亮 阿里山的步道游中 主要是为了让西北南道 游客巴巴风在以后 还没回流 那我们整个把所有的活动 集中到瑞里地区来办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 游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悦泰地区步道游中开罗 又让游客深刻体验 阿里山的风情之美 新唐亚太电视叶玉明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 Stir 黄辰 谢谢 吗 二轩 订阅